好的 那么瘦姐 请问一下在吗 在啊 小小白在吗 我在 我在 听这些吗 可以听到 欢迎小小白请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小白 那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到 骑士明月的YY来参加这一个大电影的一个 售票的一个活动吧 那现在时间也蛮晚了 那我觉得就我们就快点进入正题 然后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很期待后面的神岛 很多很多观众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为了看小小白啊 小小白每一句话都是正题 小白不仅是著名的Causal 小小还是玄机的媒介部经理 双重神色啊 对骑士明月是否还有更深的感情 呃 其实呃 我对骑士明月的感情应该是呃非常的深的 从骑士明月2007年的第一部百分飞剑上 开始到现在我都是一个非常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脑残粉吧 那呃看着呃秦世明月呃一步步成长 然后呃自毕业了之后也加入了整个玄机团队之后 然后呃现在我们的秦世明月也有了自己的大电影呃 呃应该说是在不断的成长 那我也是非常的呃高兴能够看到我们呃 中国像一部非常棒的呃国产动画呃能够呃坚持呃坚持在 呃怎么说呢 从07年到现在应该也有七八年的时间就坚持下来 呃并且是越来越好 呃这也离不开各位呃情迷对我们骑士明月的支持 呃所以呃希望骑士明月将来能够呃越来越好吧 嗯那么给粉丝介绍一下 为什么呃秦世三地电影为什么值得去电影院观看呢 呃然后为了提前买票 呃那其实三地电影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去电影院看才有非常棒的效果 那首先家里可能没有呃这样的一个设备 因为呃电影院的不光不光是那个屏幕另外它的音箱啊 各方面的设备都是呃远远高于你在呃电脑上的一个水平啊 而且呃这次我们秦世明月的一个呃电影也是呃完全的一个成真的一个3D的电影 它区别于一些那种后期3D效果加出来的那种电影 呃它是一个从呃前辙的一个呃分镜设计到一个呃呃一个场景的制作啊 就是按照一个呃 划算那个呃3D电影的一个高标准来呃制作 所以说当呃呃电影拿到呃电影院去观看的时候 你的3D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呃呃远高出我们自己的想像吧 那到底它的3D效果有多好 那肯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电影院亲自感受一下 那么我也来说一下 为什么会希望大家能够去格瓦拉预售票来支持我们行事民乐呢 其实现在其实电影市场的话进行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院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如果你票房成绩好 那就可能在排片上会更加多一些 然后不光是从场次上也好 或者说是时间段上也好 会更加的多 然后也便于身边一些喜欢看情事民乐的观众 能够有机会到电影院去什么场次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情事民乐 那就是说如果说前三天的一个票房成绩如果不理想 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第四天第五天大家去看电影院的时候说 我要看情事民乐怎么下档了呢 可能就会影响到情事民乐后来的一些排片 所以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前三天能够支持我们的情事民乐 然后在格瓦拉山购物票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 我不知道别的城市怎么样 因为我在杭州上海这些地方看电影一般都是70到90元吧 那这一次我们情事民乐在格瓦拉山的一个预定 除了那些丰厚的奖品不说之外呢 我们的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只要50元 如果你在格瓦拉山兑换的话 到时候到电影院去看 比如说电影院那些红百门票是卖90元的 其实只要花50元就能看到下90元的情事民乐 三地电影《龙腾万里》 所以说在票价上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扣 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支持下 这个票房它过亦了 小小白会不会给我们粉丝爆料一些 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 大家喜闻乐见的什么东西啊 大家公屏上吧 其实我之前也有在 微博上有开玩笑说 过亿了怎么样 或者过三亿了怎么样 其实我个人觉得 《情世民乐》这个电影 因为我看过质量非常的棒 我相信在票房上过亿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票房成绩非常不错 我也不会说什么 过十亿过二十亿能够怎么样 那我在这里说一个 我比较期待的一个数字 就是如果《情世民乐》的票房 能够过三亿 那我肯定会给到一个大家比较大的福利 那如果《情世民乐》的票房 能够过五亿 那我就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去拍一段空山鸟语的视频给大家 小伙伴们记住了 过三亿和过五亿都是有福利的 大家一定要记好以后讨账用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白社会的粉丝们说呢 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在YY上跟白社会的孩子们聊天吧 那其实我平时大家也知道比较少上YY因为我不太会使用YY这个东西吧 那这一次的话其实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白社会的孩子来到YY支持我 因为我自己也在想 我平时不用YY可能YY上也没有什么粉丝吧 那没想到今天现场还是有很多白社会的孩子来到这里支持我 那同样也是支持我们的情诗明月啦 那还是非常的开心的 那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多多交流吧 那同样的也希望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情诗明月上映的时候 记住是8月8号上映的时候呢 去身边的院线支持我们的情诗明月 那如果能够在格外来上我们现在第二轮的预售 如果能够去购票的话那是更好 那其实我也我也有中奖了 但是没有像那个因为老师那个运气这么好 但是这一次的奖项还是比较丰厚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运气吧 反正到时候也要买票 为什么不再有奖励的时候去购买呢 早晚要买然后在有奖励的时候买 动力不是更大吗 那么感谢小伯白 请留下五个幸运数字作为强板凳的抽奖 那第一个数字的话 第三个数字的话就是飞莫刚才说了我的身高178对吧 那我就说我的体重233 那第三个数字就是233 那第四个数字的话那就 我们888 第五个数字的话就是999吧 好的感谢小小白 那么请把我们的主持小情报上买 好的 这个今天非常开心能见到 哎 这个小小白呀 今天很多人都是冲你来的 可惜这个今天像的有点晚了 那我刚刚有听到你的这五个数字 非常感谢你来 你能来到现场 那么同样的现场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哈 我又出来了 我是那个非常不长眼的 我要给你们这个收一下板凳 对速度快一点哈 这完事这速度不快 没有奖品是吧 来准备好了我们的场况是听清楚 8875 233 888 999 这五个数字来倒数三秒 版本开起来 321 板凳出现 来点那个前 抢字啦我们的这个卖序啊 来我们这个板凳哈 来快抢 我给你了 你费用这一段时间来 我给你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卖序啊 你费用这一段时间来